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王子蛋蛋 我们今天玩电子机啦 今天玩的是这个 这个是Tamacocchi的PIX 它长得就像一颗上面有裂痕的蛋 它的包装其实蛮漂亮的 这台机器也是唯一Tamacocchi里面有相机的 它可以拍照 那拍照的用意呢,其实是用来拍一些你现实生活中的东西 然后加入它的游戏 它的游戏需要拍一些现实的东西 来增强它的游戏乐趣就对了 你可以取用你房间的一些颜色或什么的 它是触控机 它跟Smart一样都是触控机 但不一样的是Smart有一颗实体件 然后螢幕触控 那这个的话是螢幕没办法触控 是用这三个键触控 这三个键触控其实就有很多乐趣了 那我们来玩玩看这个游戏的乐趣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来玩一下这台Tamacocchi的PIX 按一下 鸡蛋给它按一下 三颗蛋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设定过时间了 那现在哭哭哭 为什么 小孩子生出来哭很正常吗? 因为肚子饿没东西吃嘛 这是英文版的 所以比较好阅读 不像日文版那么的尖色 第一个就是开心值 肚子饿不饿 跟你的关系多少钱 然后他是男生 是男生 是男生 J1就是第一代 第一代 因为他会有第二代第三代 然后现在是零岁 好 那按C就是一样 Port File就是主人的档案 主人叫Oma 12月26号生差生日 目前笔记本上还没有什么东西 那一样A是选择 B是确定 C是取消 我们看一下Feed就是喂他了 目前因为还小 所以只能喝牛奶 不能够吃其他东西 你看到画面的 其实他画面表现的是很精细的 很精细的 我觉得他算是所有的Tamakoshi里面 采集 从采六开始 到现在这么多代理 包含现在有最新的这个Union 其实我还是喜欢 他这一种设计 怎么说呢 他的萤幕的 萤幕的显示的细致度 其实不太一样 那触控的感觉 当然这个见仁见智了 不过因为他是触控 所以他会有很多实体机 做不到的乐趣 然后 现在这个还有play 我现在不能玩 因为现在是小孩子 那 可以看一下可不可以洗澡 哎呦有torylay以外还有洗澡 我给他洗澡一下 哇好开心哦 这时候按中间这个键 可以增加泡泡 把他洗澡增加泡泡 这个也是别代机种里面没有的 在这代机种才有 他这一代其实做了很多小巧思小细节 我个人觉得 呃我很喜欢玩这一台 不过这台有个缺点就是他太耗电了 他真的非常耗电 大概 装电池 4号电池大概撑10天左右 因为你要知道他是他触控了 所以他异常的耗电 所以用充电电池 其实会比较理想 我们刚刚喂饱了 快乐度比较低了 那怎么办呢 一般快乐度比较低 我们就是透过跟他玩耍了 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玩 因为他年纪太小 那我们就看我们的盒子里面有什么 看有没有玩具 哎呦有这个手摇铃 跟他玩手摇铃 陪他开心一下 有没有在摇铃啊在摇铃啊 哇开心开心 多玩几次因为他现在还不开心 这个宝箱里面就是会有一些预设的玩具啦 还有衣服啦 还有什么可以采购 但是因为现在年纪小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什么玩具 只有这一样以后可以再买 那我们就利用内建的玩具先跟他玩 多玩几次让他开心一点 有了有了有了 比较开心了有没有 刚刚哭伤着脸 现在会到处活动了 对不对开心多了 那这个 他还有一个功能 一样跟各代一样 按C他都会有做一些功能 做一些就是说 调皮的动作啦 什么的啦 吸引注意啦 有没有 会随机的 那还有就是说他这一代比较傻娇 他们常常跑来一幕前面让你要摸摸 那因为现在还刚出生了可能还没有触发 所以也就我们只能看着他跳来跳去 那婴儿的话应该会饿比较快 你看有没有饿比较快快乐度有了 婴儿的话会饿比较快 他的周期会长越大之后会越慢 但是现在是周期最快的时候 因为是小婴儿的关系嘛 给他喝牛奶再喝一下 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啦 因为很多功能都没有开启 要等他长大一点 我们明天再来更新一下这个影片 就是开箱影片这一支 长大一点之后 剩下他可以玩哪些游戏 还有一些解锁功能 我们再来一起玩给大家看